請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走路的話 自然的話 我們走路的話 我的身體會保持印象的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 我的身體只要我這個腳手持續 我的身體經過這個腳的時候 我是可以進來的 經過操作到這個腳 經過這個腳的時候 我的身體一定會 我的身體會保持 向前移動或者向後 但是我的腳呢 只要你的身體一超過這個腳的 你的重心 另外一個腳一切 走走走走走 但是呢 有些超過往後會有 重心沒有到 我的腳就這樣 如果在腳就這樣 每次都這樣很快 到後退也是這樣 那感覺很不自然 你是不是在超過往後會 哇 這個亂還沒有 這個亂的重心 沒有完全 所以你只要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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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這個感覺 這個感覺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感覺 很重要的感覺 這種感覺就是 比如說我們這個手 這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正確的話呢 推下面不是推上面呢 推下面就是由下往上 我由下往上 誒 我有個對抗給他呢 他推我呢 他是很安全的 他快一點 所以我就跟他快一點 我快一點 他也跟我快一點 很一致的 但是呢 你們要是這樣的話呢 所以他要推的話 他就 那個重心就會失去弄 但是你們看我往往都是 沒有這種 連貫的人 他突然就會 所以 這樣說 男生做 等於衛生都可以 帶著 女生 所以我們沒有這種 連貫的人 所以呢 在我們做的時候 在我們做的時候呢 一定要 很 自然的 利用你身體的 膝蓋的 滾動 那身體的這個 向前的動作呢 把你的重心 完全 送上去 然後呢 再給你動作 好 就去做動作的時候 所以呢 在下降的時候 好 我們一定要注意一下 下降 我們 不光是膝蓋的動作 我們整體的一個動作 LOWER的話呢 包括膝蓋的下降 包括什麼呢 還有包括移動腳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整個過程 下降的時候呢 所以當我下降的時候呢 我不是在原地 收下去了 那邊再走這個腳太晚 這個就太晚 所以我們在移動的時候呢 只要你一鬆 一鬆這個膝蓋 所以我的移動腳 長 根掉出去了 根掉出去了 並且這個時候 當你出去的時候呢 你的重心 一定 在下降的時候 不要留在原地 不能夠 下去之後 再走 所以這個時候 就會空掉了 所以我們整個動作呢 像個秋千一樣 你把它一放走的話呢 只要它一動起來的話 會有個身體鮮的 你把它放掉下去 它一定會怎麼樣 它是一個拋物線 會上去 所以當你下降的時候 要保持 一個拋物線 它就會 它就會下降 所以當我們下降的時候 我們聽說 音樂老師 要看一下 本來我是在這個位置上 這個肩膀 不要在手 不要在肩膀 它本來是在這 我本來是在這 可是我下降的時候 所以我不能夠 欸 不能夠 還是有點擁定 所以我出現的時候 一邊下降 我的身體怎麼樣 當我下去的時候 叫LOWER EN 下降的同時 我們要打開 所以 所以當我向前的時候呢 膝蓋是 滾動向前 就是 欸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我的肩膀 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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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到了這時候呢 真正的移動 從這裡開始 這個移動怎麼樣 不是往下 而是怎麼樣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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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退 同樣 後退 你們把我很多女生後退呢 都講 EN 都不留在原地 我的EN呢 我EN是從前面開始 我要把對方頂來做 EN的時候呢 EN EN 我原來在這個位置上 但是我的下降的時候 我的身體到這裡 然後再推 把自己再推到後面去 所以我在這 這個位置 EN 1 你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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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你再有地 然後再去下降 你 然後再去下降 你 這樣的話呢 你會很重 並且呢 你會把太多的重量 會放到你的膝蓋上 所以你說膝蓋有沒有增長 這樣的話 增加你的膝蓋受傷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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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在裡面 所以我們 膝蓋呢 不要把重量 去存在 你的膝蓋 不要承受 你的身體的重量 膝蓋的重量 去把你的重量 完全送給你 行為有四種的重量 這樣 動法會變得很輕鬆 所以不要去 控制你的這個 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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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重量 和膝蓋的排法 或者你膝蓋 把重量送給你 所以你會用 調整的感覺 像調整的畫面 才會使得慣性 所以昨天他跟我說 我說 哦 是體育這麼好 因為我調整的 我就是用慣性的狀態 所以我只是往上臉 看上去的話 很像 很像 很單身的輕鬆 很容易 但是下來 你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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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調整的時候 你會感到很難 所以 第一個動作的練習 所以你要學會 怎麼做一個完整的下降 做一個完整的下降 首先 膝蓋呢 就像一個 汽車輪子一樣 所以它是 滾動起來的 所以這種感覺呢 就像這個 汽車的那個 乳刮器一樣 乳刮器的定點 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它的乳刮器 然後它的乳刮器 對不對 它是乳刮 對 對 這個就像到你的腳 這是膝蓋 所以呢 膝蓋呢 是 N的時候呢 滾動向前的時候呢 它不是 往下擠啊 而是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像有刮器一樣 滾動向前 滾動向前 N的時候呢 欸 滾動向前的時候呢 好 這個時候 你看我的腳呢 就從這個位置 滾動到前面的膝蓋 而不是呢 原地去擠啊 好 滾動向前 好 當你要去移動的時候呢 好了 你的身體要注意了 身體呢 這個時候 定點在上面 像個鞦韆一樣 所以是 像個中斑 它的中斑呢 就當我要去 欸 下腳完之後呢 我要去移動的時候 所以我的身體呢 不能夠 往下擠壓到這個腳 所以身體呢 這個時候 我說往上 我說往上 這個定點在上 所以我的中斑呢 所以 在擺盪的舞蹈中 華爾斯 最低的那個點呢 不是在 1 所以你毛毛很多時候 你膝蓋 你受傷的話 您的 最低的那個 是在 1 這樣的話呢 所以你膝蓋 所以我最低的點是在 欸 這是最低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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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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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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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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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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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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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作用叫pernt,英文的話叫cron,指引是向 這個意思,指引是prunt 然後呢,因為保持這樣腳的形狀,所以當你移動的話呢,它是向上,看到沒有? 它會保持身體的,當你用腳跟腳移動的話,它就會向上,向上,向上 所以要有一個引導的作用,所以要長跟,然後呢,它就會向上 所以只要注意,為什麼這個要長到跟呢? 因為假如你是一出去就有彎曲的話呢,所以你很快就會停下來 就會,那個動作動作就變得很小 假如你是用長跟,保持根去移動的話呢,所以你會,可以移動很大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踩下去的時候,所以呢,我才折疊這個膝蓋 我才繼續滾動我的膝蓋,對上去 好,所以就有這個好處 所以不能夠,衝得這樣的話呢,就很容易就會停下來 OK,知道沒有? 好,現在試一下,跟我來啊,來,一起來坐 一起來坐啊,一起來坐 一起來坐啊,預備 好,預備 好,開始 and one 對,好 然後呢好 好,往遠 and and you 把腳打開,把腳打開 好,這樣與老師一樣 把這個跨腳打開 比較多分美 大腿打開 多分美 這樣,一個非常漂亮的大腿線條 好,大腿線條 然後再踢拉起來,再換腳 and one 對,對 這個腳要抓的地方 要形成一個支撐 要形成一個很穩的支撐 好,然後呢 再踢拉起來 and you 對,好,這個大腿 好,這個腿線條 對 然後呢,再踢上去 重過